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被強制失蹤3年多 他的妻子耿和日前得到消息 陝西於林公安以中美關係緊張為由 拒絕家屬會見 耿和懷疑高智晟可能已不在人世 20號發推文說 請把高智晟的骨灰還我 我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邪惡 我現在什麼夢想都沒有 我只希望中國共產黨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 把高智晟的骨灰還給我 讓我們一家團聚 大陸維權人士李先生表示 他最後一次見到高智晟是在2017年 從此再也沒有他的音訊 一些朋友曾到高智晟的老家陝北找人 但找不到人 18號 耿和發推文說 熱心網友轉發我尋找高智晟的聲明後 共產黨並沒有人聯繫我 更加證明我推斷高智晟已經死於共產黨綁架是正確的 並預告19號中午到舊金山領館索要高智晟骨灰 一段消息都沒有 就外界不管多親的朋友得不到一段消息 高智晟高律是這樣的 這個情況才不好 有這個可能 山東北南孫國孫教授 也不知道他去哪裡 最近一兩年我一直沒在家裡 包括很多幾年的朋友都沒有見過他 反正被挽進起來看見了 現年57歲高智晟被譽為中國良心 因為法輪功辯護 2006年被吊銷律師執照 之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三年徒刑 緩刑5年 期間多次遭秘密綁架酷刑 2014年出獄後被當局軟禁在陝北老家 2017年8月起再度被強制失蹤 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